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一下民众党的部分 民众党现在整个党务内斗纷争的真相到底为何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港媒中评社的分析是 柯文哲布局2026其实有三大隐忧 第一点呢六都的政党票 其实呢白银都落后蓝绿有10个百分点以上 如果没有跨党派合作或者是蓝绿推出的人选太弱的话 那么对于他来说其实是第一大隐忧 第二大隐忧是呢蔡碧如 进入了台中市政府担任有几职顾问 当然未来柯文哲如果想要布局台中的话 恐怕会很困难 好第三个隐忧是高宏安能否把新竹给守住呢 或者是如果高宏安他选择不连任的话 好那么接下来你柯文哲还能够推出谁来选赢这个地方呢 好当然现在大家对于这个2026点兵点将都已经有开始了 在昨天还传出说民众党竟然是有人说 干脆柯文哲你自己下去选台中市长好了 这个历史哥他特别说这个不是空穴来风 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哦 董志生的分析是柯文哲自己当然不愿意啊 因为如果到时候他真的选上了 那么会比选不上更麻烦 因为柯文哲志在选总统啊 好游淑惠有特别提到了 他说其实在柯文哲卸任市长的时候 就有特别建议他应该要处理一下党务 跟自己的人际关系 好但是柯文哲当时直接回应说 他自己不想管党务 好根本不想管民众党 当然游淑惠还进一步提到了 柯文哲很喜欢自比为皇帝 但是他其实没这么厉害啦 所有的人事安排只有两招 第一招是寄生 第二招就是他的耳根子很软 好当然现在说到民众党内部的斗争 当然除了大家不断的在说 蔡碧如是不是被排挤呀 我们来看到最新的这个人林国成 好他也是被外界点名了 主要是因为外界猜测 蔡碧如跟民众党中央渐行渐远 还有人说他跟黄珊珊不合吗 好针对这个部分呢 他有接受专访的时候特别提到了 尤其是他自己本人 担任过民众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 但是没有想到呢 在被分配这个责任区的时候 他竟然分配到了南部 好所以外界也有很多的解读空间 他的回应是蔡碧如是创党元老 做事很果断人不坏 在大选期间到中部参选 这段时间呢 的确跟党中央接触的时间不多 但是根据他的观察 没有像外界所讲的渐行渐远 或者是真的跟谁不好 另外呢他也说了 柯文哲把他放到南部去开疆辟土 也有可能被媒体写成 林国成对柯文哲忠心耿耿 但没有想到竟然被发配边疆 好因此他认为这个开疆辟土 跟发配边疆 两种说法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蔡碧如被排挤这件事情 就取决于如何看待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 我要来请教一下这个用评解 你怎么样看民众党未来的发展 还有就是这个布局2026 柯文哲真的很有可能自己去选台中吗 好我先讲一下 柯文哲选台中市长的问题 他既然有传出 显然民众党内大概有人有这样的提议 那么历史哥说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 也表示说确实有人有这个想法 甚至柯文哲也可能在考虑 可是如果正常来说 不管怎么样柯文哲选台中市长 对他的2028只有坏没有好 一点点好处都没有 因为第一个 如果他选台中市长选胜了 他2028就不用选总统了 因为我们现在从韩国瑜 跟这个侯友宜的情况就知道 你现任代职参选会受到怎么样的情况 你的原本的县市长区一定会开票开得很差 这件事情侯友宜已经证明了 他在新北市已经13年的耕耘 都没有办法让他逃避这个魔咒 更何况柯文哲去选台中市长 如果他参选 而他2028要代职参选 这个总统大位的话 他的处境一定跟韩国瑜一样 因为第一个他也是一个新的第一任的市长 那么再加上他又是一个蓝绿以外的中型政党 那蓝绿要发动他 让他总统选不上 而到时候市长也没得做 要被罢免这个太容易了 已经有韩国瑜的所有教科书 大家照章办理就好了 而且那个时候蓝绿都会出来投票 所以他保证被罢免成功 那这样子对他来说 走这一招要干嘛呢 好 所以对他来说 选上台中市长绝对是一个2028最大的阻碍 那如果他选不上呢 也可能党内的人会说 你去选啊 你台中很有人气啊 那反正蓝绿会夹杀你啊 你放心啊 你不会选上啊 可是你这样子就可以去选总统啊 不至于到时候没有声量啊等等 这或许声量跟你参选呢 是一个话题性 这有点好处 可是呢你只要想到说 他如果台中市长没有选上 然后他想要复制当时的陈水扁 台北市长没有选上 可是却当能当上总统呢 那这个梦想呢 我认为也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很简单 当时的陈水扁大家不要忘了 他背后还有一个英武者 李登辉呢是可以操纵 联宗不管是分这个分裂或者是选票移动的当时的李登辉还有这样的一个大的权力 可是现在的政治情势完全不同 你如果选了台中市长 结果你竟然没有选上 那以今天的媒体还有网路自媒体的生态 大家一定会全部的去奚落 你柯文哲说你看看 你连选一个台中市长都会落选 那你这样子你2028还有望吗 怎么可能有希望呢 那这样的整个部分 反而会反噬柯文哲的政治能量 所以他如果聪明的话 他是绝对自己本人不会碰县市长这一局的 因为选上了跟选不上 对他都是只有害而无力 那至于说 民众党的所谓2026的布局危机 当然是危机呀 因为第一个他2026在县市长这一局 他的效果跟影响 只是仍然在扮演说 他让蓝当选 还是让绿当选的这个角色而已 他要自己能够真正选上一个县市长 除了他现在已经有的新竹市 高宏安看能不能连任成功以外 其他的区域呢 大概机会都不大 如果蓝绿不让的话 那蓝绿不让这件事情呢 如果从2028柯文哲非选总统不可的情况下 那么县市长蓝绿会相让呢 这才奇怪 因为你跟柯文哲 你如果在2026县市长的布局 一让给柯文哲的话 那你2028是不是等于也让掉了呢 那至于说 蔡壁如的问题 我当然觉得林国成讲的 说民众党的问题没有那么大 跟蔡壁如没有渐行渐远 他也要去南部耕耘等等 林国成讲他自己去开疆僻土 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大的说服力 可是蔡壁如的例子不同 蔡壁如如果第一个 当时盛传说他要去接台中市的副市长 蔡壁如也没有松口 而卢秀燕也没有这样子做 当时就是给蔡壁如跟民众党 一个修复的机会 当时蔡壁如不是有一度 也会想要回到民众党的权力核心吗 可是很显然的蔡壁如的这个善意 并没有得到民众党 现在掌权派的任何的回应 不但没有 却用最羞辱人的方式 连尾牙都不通知他参加 名字也把他写错等等 各位想想看蔡壁如不是别人 是那个民众党 不但是创党元老 是去内政部登记 送件的那个当事人 他被他所创立的这样的党 来这么的难堪跟羞辱 他还一直忍耐着对外不说难听的话 而最后他接受了台中市政府的有几职顾问的职位 做台中市的顾问这个不是重点 有几职才是重点 因为顾问有非常的多的是义务的无几职 你无几职 蔡壁如还可以对外说 我呢 目的就是好好去耕耘那个选区 下次把立委打败蔡其昌 是我的志愿 也帮民众党开箱辟土 可是你一旦进了 卢秀燕的政府 而且是拿了有几职的顾问的这样的职缺跟薪水 你真的就变成卢系人马了 那这个时候你要跟你的时间 你的职责 你该做的事情 你要再怎么样管民众党 未来呢 跟卢秀燕又再次的翻脸 然后代表民众党开箱辟土 这可能吗 地方上一定会觉得说 你这样子忘恩负义 对不对 马上对他就会有负评 所以呢 当蔡壁如做了这个选择 其实他跟民众党呢 以后越来越远的心呢 我觉得是一条不可避免的 大家会各走各路 那至于说 柯文哲对于民众党 有没有兴趣管党务 现在不是柯文哲个人 有没有兴趣 而是说你如果不去解决 民众党的问题 一个这么小的党 你就放任他多头马车 然后迫害元老 然后让很多的人 对民众党初期有战功的人 都无法得到发展 那这种状况再下去 现在不要忘了 赖清德的新520内阁 还没有组成 那如果柯文哲不赶快回神 先来把党务的问题 抓在手里 然后赶快把每一个重要的党员 都牢牢的笼络住的话 那大家等着看 520后 赖清德就会采取 各个急迫分化的情况 把民众党一些 声望比较好的 甚至表现比较好 还有点战力的人 可能会要求他们 以无党籍的身份 进入新的民进党的内阁 那如果这样 对柯文哲来讲 就算不是断了壁吧 你是不是手脚的一些指头 都被人夺走呢 那这样子对于柯文哲 未来2026乃至2028 难道是有利的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这个时刻柯文哲主席 一定要用心的思考 不管你喜不喜欢弄党物 这就是你今天党主席的责任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 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